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佳怡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欣容 最近好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去东部旅行 那你一定要买一部 叫做蓝皮解优号的火车票 怎么这么说 那是一辆怎么样的车啊 台铁最近将已经停试一段时间的蓝皮普快车 重新装潢还有复旧 不管是座位拉环还是铁架等细节 统统都不马虎哦 就连古董及循环式厕所也完整的重现了 天啊 我最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了 乘坐在这样的列车上 就好像穿越时光 也能体会到当时的感觉耶 嗯 重启使用后 列车会慢行经过南回县 透过车窗放眼望去 一大片海景 尽收盐地 沿途更串联台湾 最南边的方山等特色车站 诶 欣容 等等啊 你跑那么快 是要去哪里啊 当然是赶快去抢票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 绝对不能错过这么赞的旅程了 让我们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怀旧 怀旧 有些人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充满怀旧之情 第二个单字 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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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ia The car's interior is very impressive 这款汽车的内装看上去很气派 The car's interior is very impressive 这款汽车的内装看上去很气派 第三个单字 重启 reboot 重启 reboot I'm just waiting for my laptop to reboot 我只是在等我的笔电重启 I'm just waiting for my laptop to reboot 我只是在等我的笔电重启 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在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遭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